欢迎来到爱上听书 祝大家听书愉快 假装自己拥有了想要的东西时 你要特别注意自己的感受 孩子们在玩过家家游戏时的想象力非常的强 他们会自觉地产生相应的感受 对于小孩子来说 玩过家家游戏是他们的天性 这对你来说也是种启发 记住 吸引力法则分不清什么是真实的 什么是想象的 不论你选择用怎样的方式假装 不论是通过游戏 还是手机应用 或者是其他的方法 关键在于你要相信自己的想象 想象你理想的生活 想象你想要的一切 每天都要进行想象 想象你事业起飞后会发生什么 想象如果你有了一大笔钱 你会做哪些自己想做的事 想象如果你能做自己想做的一切 那会是怎样的感受 如果你想旅行 那就想象并且感受到自己正在旅行 而不是每天都觉得自己没有旅行的钱 一直以来你可能都是这么做的 你可以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想象能够赋予你巨大的力量 让你自己相信 你正在接收到自己想要的一切 你注定会拥有美好的一生 这包括了你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包括你的关系 健康和财务状况 当然这也包含了你的工作 你的工作应该是充实的 为你带来快乐的 你应该在职业生涯中 完成自己想要完成的一切 如果你有一份全职的工作 那么你每年要把250天的时间 花在工作上 这也就意味着 你每年有超过三分之二的时间 都在工作 所以如果你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 缺乏激情 感觉不到兴奋 那么你就是在浪费人生中的宝贵时间 很多很多人都把工作与激情 兴奋当作截然不同的两码事 不喜欢自己每天都在做的工作 但是生活并不需要成为这样 很多在工作上实现了梦想的人 会告诉你 这一切都是可以实现的 你梦想的工作是什么 你能想象吗 有一份你很喜欢的工作 它对你来说 甚至都不像是一份工作 这是一份不论是否有工资 你都愿意做的工作 世界上没有什么 比找到并从事理想的工作 更令人开心的事情了 出于喜爱 从事一份工作 每天早上醒来都很开心 每个周一要去工作时都很幸福 真正的喜欢自己的工作 甚至觉得放长假都很无聊 这就是理想的生活 你应该喜欢自己的工作 无论它是什么 一想到工作 你应该感到兴奋 你不应该妥协 如果你现在做的 不是自己想做的工作 那么你就应该用吸引力法则 把理想的工作 吸引到自己的生命中来 如果你想吸引来理想的工作 一定要记得 吸引力法则是怎样产生作用的 你知道 要想吸引来某样东西 你一定要提出要求 相信自己已经拥有 感觉到自己已经接收到了 不论是对你的事业 还有其他任何方面 这一点都是一样的 所以如果有人告诉你 你没有办法从事理想的工作 不要听他们的话 就像我之前说的那样 不论你是谁 不论你从哪里来 你都可以拥有自己想要的一切 做自己想做的事 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 一名巡警 希望升职成警司 成为管理人员 每次有相关职务空出来时 他都会提出申请 但总是被那些精力和资质 都不如自己的人比下去 他在比试中获得的成绩非常的好 却总是在面试中被淘汰 他知道这是因为 有一个面试官不喜欢他 每一次参加面试的时候 他都觉得会输给不如自己的人 事实证明 他的感觉都是对的 然后他的妻子把吸引力法则介绍给他 他知道了自己哪里做的不对 下一个岗位空出来的时候 他提出了申请 这一次他相信自己会被选中的 他想象自己成为负责人 甚至私下里叫自己警司 对于自己的工作和每一个同事 他都表达了感谢 见到其他应聘者的时候 他都会助对方好运 鼓励他们 告诉他们 他们都应该获得升职 进入面试的房间后 他高兴地发现 那个不喜欢他的人并不在现场 他更加放松了 表现得非常好 他的自信 谦虚和领导力 给面试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面试结束后 他笑着离开 轻轻松松地回到了家里 没有一丝一毫的疑虑和负面的情绪 当天晚些的时候 他接到了电话 他被提升为警司 就像他自己一直以来希望的那样 让理想的工作成为现实 如果你希望获得理想的工作 那就想想你希望这份工作是什么样子的 想想对你来说 哪些事是重要的 比方说 你想做什么类型的工作 你希望在工作中有怎样的感觉 你想为怎样的公司工作 你想和怎样的人成为同事 你想每天工作多长时间 你想在什么地方工作 你想收到多少工资 好好地思考一下 想清楚自己究竟想要怎样的工作 把所有的细节都写下来 试着调动所有的感官 想象理想的工作或事业的方方面面 直到你真的感觉到 你已经获得了理想的工作 勤加练习 你会发现 想象自己拥有理想的工作 其实很简单 你能看到自己进入工作的场所 走进办公室的大门 你可以想象自己坐在办公桌前 或者坐在办公室里 打开电脑开始工作 你可以想象自己收到了工资 你的收入就是你希望的那个数字 如果你想象自己现在就拥有了理想的工作 你现在就会感觉很好 这也会让理想的工作 尽快地来到你的生命中 就像其他所有东西一样 你不用操心 如何接受到理想的工作或者事业 宇宙会让所有的人事物为你开路 以你无法想象的运作方式 让你实现自己的理想 所以 不要去管 自己将如何接收到理想的工作 你只需要提出要求 并且感觉到自己此刻已经拥有了理想的工作 为了尽快地拥有理想的工作 你应当试着表现的就像是自己已经获得了这份工作 你可以有创意 你可以发挥想象力 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比方说 你可以为自己设计一个新的抬头纸 或者是一张新的名片 上面写着公司的名字 你的职务 工作地点等等 我知道有些人自己制作录取通知书 上面详细地写着职务信息 工作任务 以及工资收入 他们甚至还给自己写了几封祝贺的邮件 恭喜他们获得这么好的工作 然后 他们通过了好几轮的面试 最后真的收到了录取通知 唯一不一样的细节是 工资比之前想的还高了一点点 你还可以计划自己的上班通勤路线 订好闹钟 根据你的新工作 调整自己的日程安排 就像是你已经找到了这份新工作一样 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就是这么做的 他应聘了很多工作 但是都以失败告终 他意识到 这是因为他想的和做的并没有像是自己已经获得了这份工作一样 他的所思所想所为都在发出信号 他还在找工作 然后根据吸引力法则 他也会继续找工作 于是他决定 要活的就像是自己已经找到了工作一样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早起 他按照上班的时间给自己制定了日程安排 他还计划好了每天上班时要穿的服装 并且给自己开了一个用来存工资的银行账户 他努力提升自己的打字技术和电脑技能 每天下班后他会和朋友们一起出去吃点东西 听朋友们谈论工作的事情 他也开始写日记 写下了自己理想工作的方方面面 他还写下了他有多么感谢同事和老板 他有多爱自己的工作 很快他就相信并且感觉到自己已经开始工作了 两周之后 一个朋友给他推荐了一个很适合他的工作机会 他去应聘了 并且他头一次觉得自己能够获得这份工作 他是对的 最棒的是 重新打开笔记本时 他意识到自己写下的就是这份工作 这个工作场所 他真的把工作从想象变成了现实 找工作的时候 可以像这位女士一样 表现的就像是自己已经找到了理想的工作 欣赏你目前的工作 即使你现在不知道自己想做的工作是什么 有一件事可以让你尽快地 获得自己理想的工作 努力做好你现在的工作 如果你知道 自己想要做的是一份完全不同的工作 那就把自己所有的注意力都投注在你现在的工作上 努力做好它 如此 你的工作能力和表现就会超出目前工作的需要 很快 很快新的机会就会来敲门 你会获得自己想要的完美工作 但是你也应该知道 如果你对自己当下的工作充满抱怨 只关注负面的事情 你就永远无法获得自己理想的工作 你必须在目前的工作之中找到值得感恩的点 你找到的每一个值得感恩的小事 都能帮助你吸引来更好的工作 与此同时 如果你对自己的工作心怀感恩 即使这并不是你理想的工作 事情也会开始发生变化 你会喜欢上自己的工作 你会发现各种各样的机会 升职 更多的钱 更好的创意和想法 你会更欣赏自己目前的工作 你会发现 凭着对这份工作的欣赏 你能在工作中找到更多值得感恩的事情 这是因为 对工作心怀感恩时 你会自然而然地为工作付出更多 付出更多 你也会获得更多的金钱和成功 如果你对于自己的工作并不感恩 你会自然而然地减少对工作的投入 付出的少 你收到的也会变少 你的工作会陷入僵局 最终你还会失去这份工作 古老的灵性传统告诉我们 如果没有感恩之心 现在拥有的一切也会被收走 所以 想想工作中值得感恩的一切 比方说 你可以想象 你居然拥有这样一份工作 想想那些失业的人 想想那些 为了获得一份工作 而不惜任何代价的人 想想那些 和你一起工作的人 以及 你和他们建立起的友谊 想想那些 让你的工作变得更简单的同事 想想工作中 你最爱做的事情 你最喜欢的地方 想想收到工资后的感觉 令人遗憾的是 大部分人 即使在收到工资后 也并不快乐 因为他们总是担心 这些工资不久之后 就会被花光 他们错过了一个 用感恩吸引来 更多金钱的好机会 不论拿到多少钱 不论你收到的有多少 都要心怀感恩 记住 不论你感恩的是什么 他们都会成倍地出现 为了工作之乐 如果你过去一直相信 唯一能赚到钱的方法 就是工作 马上丢掉这个想法 你知道吗 如果你继续这么想 它就会成为你的真实经历 这种想法 对你没有好处 事实上 金钱可以以各种各样的方式 来到你的生命中 不一定非要通过工作和工资 吸引力法则 可以调动世界上的所有金钱 正确地使用吸引力法则 你就能吸引到金钱 明白了这一点之后 你就可以自由地 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 而不是为了钱 勉强从事 自己不喜欢的工作 如果你做一份工作 仅仅是因为 你觉得自己只能通过这种方式赚钱 你不喜欢这份工作 那么你就永远无法真正获得金钱 也没有办法获得自己喜爱的工作 记住 只有在感觉好的时候 你才能吸引来自己想要的一切 所以如果工作并不能让人感觉良好 你就永远无法吸引来你想要的金钱 不论是通过工资 还是通过其他方式 你要为了工作之乐而工作 你之所以工作 是因为工作能让你感到激动和兴奋 你要做你喜欢的工作 如果你喜欢自己做的工作 金钱就会流到你的生命中 可惜很多人在生活中都受到了好心的父母 老师 社会 甚至是朋友和伴侣的影响 他们接受了一份自己不喜欢的工作 因为他们相信这就是他们应该做的工作 或者是他们觉得这是一份安稳体面的工作 或者是因为这个工作经历写在简历上会很好看 也许他们一开始很喜欢自己的工作 但是时间长了 工作变成了一种折磨 他们从稳定性的角度出发 选择了自己的工作 每天结束的时候 做一份你觉得自己应该做的工作 而不是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 你会觉得整个人生都是错误的 就像亿万富翁投资者沃伦·巴菲特曾经说过的 这么做就像是非要等到年纪大了 再去寻欢作乐 如果你发现自己就是这种情况 这也就意味着你现在的这份工作 并不是自己理想的工作 你要深入思考一下 问问自己 是不是在半路上把自己的梦想弄丢了 你可以问问自己 如果什么都能做的话 你会做什么 如果不考虑钱的话 你会做什么 如果一定会取得成功的话 你会做什么 如果你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 你就知道自己梦想的工作是什么了 不要管别人怎么想 鼓起勇气追寻自己的梦想 你就会获得巨大的快乐 即使你觉得现在自己没办法换工作 不论是出于稳定性的考虑 还是出于对现有工作的责任 你都要知道 追梦永远都不会太晚 圆梦的方式有很多 它比你想的简单得多 丢掉稳定的工作 追求心中的理想 想到这么做 可能会出现的结果 你也许会感到疑虑 这很正常 有疑虑的时候 你可以向宇宙提出要求 让它给你一点证据 向你证明你的决定是正确的 记住你可以提出任何要求 更好的正在到来 我们的人生中 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变化 对于变化 我们总是心怀抵抗 这是因为我们担心 改变会让一切变得更糟 但是你一定要记住 生活中发生巨大的变化 意味着更好的一切正在到来 宇宙中不会有真空 旧的去了 新的就一定会来 改变发生时放轻松 有信心 你要知道改变都是好的 更美好的东西 正在进入你的生命中 我之前在一家电视台 做电视节目制作人 总是梦想着 能拥有自己的电视制作公司 但是我做不到 因为我要养家 我的工作薪水很高 我们需要用这些钱 买吃的还房贷 虽然很多人都劝我创业 但我还是用尽全力 想要保住自己的工作 然后我被炒了鱿鱼 我很震惊 我以后要怎么活 我们该如何支付女儿的学费 我们该怎么还贷款 我可以选择在另一家电视台工作 但是我受不了继续做一份 自己之前一直在做的工作 我意识到被辞退后 我什么都没有失去 于是我就在自己家后院小屋里的塑料桌椅上 构想起新的电视节目策划 我有一个创意 做了一个策划案 虽然我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做策划案 但是我相信这个创意 于是我心跳加速 双腿颤抖 向一家电视台的领导 阐述了自己的想法 我策划的电视节目 当场就被定了下来 播出后 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成为连续多年播出的热门节目 被辞退后 我拥有了完美的创业环境 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直到现在 我都很感谢当时电视台辞退了我 没有这个契机的话 我不会有勇气主动离职 也就失去了后来这一段 激动人心 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 做自己的老板 对很多人来说 在职业生涯中 追寻自己的理想 意味着他们要开办自己的公司 就像我一样 认识到其他人 无法帮助你实现你的梦想 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你的老板 同事 客户 甚至是你的伴侣 家人 孩子 都不能替你过你的人生 你要对自己负责 创造快乐充实的人生 其他人 没有办法替你做决定 到目前为止 你可能会想 开办自己的公司是不可能的 但是你必须丢掉 已经形成的 对自己的意见 信念 结论 因为就是他们 你才无法实现自己的梦想 不要和别人比 因为你拥有的潜力 是世界上任何其他一个人 都没有的 摆脱那些限制你的思想 忘掉你能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打开你的心灵 拥抱一切可能性 一个跨国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被调到了一个新的岗位上 待遇是他无法接受的 为公司忠诚服务了25年之后 他下定决心 另谋出路 他的本能反应就是 成立自己的公司 他一直以来都很想创业 他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寻找办公场地和技术资源 并且在脑海中 想象了新公司的每一个细节 但是他还是觉得 在打工这么多年之后 贸然辞掉这么稳定的工作 有些危险 就在那个时候 他所在公司的国外竞争公司出现了 想要在他的国家 开一家新的分公司 他和对方公司的人见了面 获得了在那个新公司 做负责人的机会 他没有放弃自己开公司的梦想 但是这个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他根本无法拒绝 他递交了辞呈 开始为新工作做准备 就在这时 他收到了一个大惊喜 由于经济不稳定 股市震荡 那个公司决定不开新的分公司了 但是他们还是需要 在这个国家成立代表处 于是他们调整了方案 他们决定资助他成立公司 而他们则会成为他最大的客户 他实现了梦想 开创了自己的事业 并且在财务上也获得了保障 就像他期望的那样 成功的秘密原则 如果你有自己的公司 或者你想开自己的公司 有些秘密的原则 可以帮助你 规避掉许多新公司 都会经历的挫折 取得你所希望的成功 第一条原则是关于竞争 大部分人一想到商业事件 就会想到你死我活的激烈竞争 但是如果你是这么想的 你的想法其实是来自你的匮乏心态 你觉得宇宙的供应是有限的 你觉得资源不够分给所有人 因此你必须和别人竞争斗争 才能获得你想要的东西 你要是想赢 别人就得输 但是在竞争的时候 你永远都不会赢 即使你觉得自己已经赢了 根据吸引力法则 竞争的时候 你会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吸引来需要竞争的人和事 到头来 你还是会输 我们都是一体的 竞争的时候 你其实是在和自己竞争 你要把竞争的想法赶出去 你要更有创意 只关注自己的梦想 自己的愿景 把竞争赶出去 第二条原则是感恩 如果你自己开公司 你公司的价值或增或减 一切都取决于你是否感恩 对你的公司 客户 员工 越是感恩 你的公司 就越会增值 当公司的老板 不再感恩 而是满怀担忧 那么他的公司就会开始走下坡路 第三条适用于你的公司的秘密原则 是培养和保持财富心态 如果你有一个公司 但是一切发展的并不顺利 那大概率是因为你的心态 你的思想和感受方式 公司业务下滑的最大原因 是觉得自己无法成功 感受不好 即使公司里的一切都进展顺利 但如果遇到一点问题 就感觉变糟 那么你会为公司带来更大的危机 所有能让公司 达到你无法想象的高度的灵感和想法 都在那里 用好宇宙的无限创造力量 你就能获得它们 想象成功 做一切能让你精神振奋 感觉良好的事情 精神振奋了 事业也会好起来 在你生活的每个方面 每一天 看你看到的一切 爱你周围的一切 爱别的公司取得的成功 就像是你取得了成功一样 如果你对成功的感受 真的变好了 不论谁成功 你都能给自己吸引来成功 永远不要只是索取 永远不要只收钱 却不提供给对方 同等价值的商品或服务 这就像是等价交换原则 如果你能把它应用在商业领域中 那你就真正掌握了吸引力法则 不遵守这个原则 是在生意上无法取得成功的最主要原因 因此在所有的商业往来中 一定要公平交易 如果你给出的价值低于你收到的 那么你就是在从别人那里索取 在生活中不要向任何人索取 否则你拥有的也会被拿走 对于你接收到的 你必须等价付出 要想等价交换 你就必须付出比自己接收到的钱更多的价值 如此你的公司就能取得成功 不论你是要自己创业 继续打工还是追寻理想的工作 这一点都是对的 不要向任何人索取 不论是利益还是工资 不要付出的比自己接收的少 在很多人的生命中 正是因为这个 他们才会缺钱 工作不顺利 创业失败 对于你接收到的钱 提供给对方更高价值的商品或服务 不论是在工作上 还是在公司里 还是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分享与收获 富有是你与生俱来的权利 你拥有通向自己都想象不到的 富足生活的秘密武器 你值得拥有自己想要的一切 宇宙会给你你想要的一切 但是你要自己提出要求 把它们吸引到自己的生命中来 现在你知道了秘密 也许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 你可以买自己想要的一切 去自己想去的任何地方旅游 做自己想做的所有事情 此外你还有机会 能够与自己的家人和朋友 分享自己的成功 帮助他们改变自己的生活 你可以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 做自己想做的事 拥有自己想要的东西 但是这一切之所以能实现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你想和最亲近的人 分享 仔细想想 没有人分享的话 你就不会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做怎样的事情 拥有怎样的东西 你就不会有动力 每天早上起床 去工作 学习 赚钱 也没有动力 成立自己的公司 开创更好的人生 与别人的联系和互动 给了你人生的目标 以及想要成功的野心 不仅如此 与亲近的人分享 这种感觉非常棒 它能够帮助你 获得更大的成功 我的故事 在我的人生中 我就想要打造秘密 把自己获得的知识 与全世界 以及我的朋友 家人分享 我出身平凡 我的父母终生努力工作 却没有赚到多少钱 父亲去世后 母亲不仅失去了自己爱的人 而且陷入了财务危机 父亲没留下多少钱 而母亲也没有任何的收入 父亲在秘密成功之前就去世了 他还没来得及实现自己的梦想 但是母亲做到了 此前她辛苦工作 一直过着捉襟建筑的生活 但是秘密之后 一切都改变了 我记得有一天 母亲哭着给我打电话 她刚刚在商场里 给自己买了几件衣服 她之所以会哭 是因为有生以来第一次 她买衣服的时候 可以不用先看标价 如果你很幸运 有一对为你的成长和幸福 付出了一切的父母 你就会明白 我当时是怎样的感受 我给母亲的 无论如何 都比不上她为我做的一切 回馈 如果你掌握了秘密 为自己的人生 吸引来无尽的金钱 你会忍不住 想要做出回馈 为别人的人生带来改变 你对他人会产生强烈的共情 不论做什么 不论付出多少 你都会想要付出更多 当你以自己想要的方式 做出回馈时 不论是大是小 知道自己在帮助别人 这种快乐的感觉 将常伴你左右 那种开心和快乐 会让你质疑 自己人生的意义 事实上 开心和快乐 就是你人生的意义 什么会为你带来 人生最大的快乐呢? 付出 如果有人在很多年前跟我说 人生最大的乐趣就是付出 我是不会相信他们的 我会说 你这么说可以 但是我还要努力维持生计 辛苦赚钱 我没有什么可以付出的 在那个时候 我在金钱方面 陷入了人生中的最低谷 我的好几张信用卡都透支了 房贷也还不起 公司欠债好几百万美元 但是我刚刚发现了吸引力法则 我知道 只有让自己对金钱感觉好起来 才能吸引来金钱 这不简单 因为每一天我都要面对堆成山的债务 员工的工资发不出 还有很多账单付不起 于是我决定采取行动 我来到最近的自动取款机 从我仅剩的一张信用卡中 取出了几百美元 我非常需要用这笔钱还账和买吃的 但是我还是把钱攥在手里 走到了一条繁华的街道上 把钱分给了街上的人 有生以来 头一次我感觉到了对金钱的爱 但是让我产生这种感觉的 并不是金钱本身 把钱分给街上的人 让我感觉到了对金钱的爱 我感到了付出的快乐 我的眼中充盈着开心的泪水 第二天我就收到了一笔 两万五千美元的款项 用于购买我在一个朋友公司里的股份 我完全忘记了自己还做过这笔投资 这笔钱是上天送给我的 因为有了它 公司才能运转起来 我们也最终完成了那段时间 一直在做的秘密纪录片的拍摄和制作 我之所以把钱分给别人 并不是为了要吸引来自己急需的钱 我之所以会这么做 是为了对金钱产生良好的感觉 我想要改变自己一直以来 对钱的糟糕感觉 如果我是为了得到钱 才把钱分给别人 那么我就永远达不到目的 我之所以这么做 不是因为心中充满爱 而是因为心中充满了缺钱的感觉 这种感觉是消极的 但是如果你把钱给出去 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爱 那么它就一定会再次回到你的身边 把钱给出去的时候 你一定要感受到快乐 这样钱才会回来 因为慷慨大方 乐于分享时 你发出的信号是 我拥有很多 这个频率也是吸引力法则的频率 你给自己吸引来很多很多钱 然而付出的时候 不要期待有收获 为了纯粹的快乐而付出 人们常常误解 付出这一重要观点 他们付出只是为了期待回报 那是别有用心的付出 并不是为了纯粹的快乐而付出 当然也不是为了爱而付出 然而付出的时候 心中充满爱 那种感觉会很好 事实上 这是你能做的最快乐的事情 全心付出时 你释放出了 我有很多钱的信号 吸引力法则 会捕捉到这个信号 把更多的金钱 吸引到你的生命中 并且你不能欺骗吸引力法则 你的付出必须是真诚的 是全心全意的 如果你的财务状况 并不允许你在付出钱的时候 真心感受到爱 那么你就应该重新考虑一下 你可以用其他方式付出 把爱和关心给别人 感恩你拥有的一切 伸出援手 表现善意 微笑 善待每一个你遇见的人 全心付出 吸引力法则 会对你的行动做出回应 然后把你想要的人 事物带到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一对有四个孩子的夫妻 找到了理想的房子 房价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算 但是丈夫还是会想象 一家人住在这个房间里的场景 这让他感受到了巨大的快乐 他相信 这一切都会成为现实 几周后 他在一家咖啡馆里买午饭 那里离他想要的房子不远 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 排在他的前面 但是在结账时出了问题 这位女士把钱落在了车上 于是他回到车里取自己的钱包 他打包了自己的午饭回到车上 在停车场里 他注意到那位女士站在旁边 神情焦躁 他走上前去 看看发生了什么 原来那位女士把车钥匙和钱包放在一起 都落在了车上了 他问这位女士是否有备用钥匙 这位女士说他的家里有 于是他就主动提出 把这位女士送到家 拿到车钥匙后再送他回来 这位女士欣然同意 到了女士家时 他意识到 这就是他和妻子一直想买的那个房子 女士走进去拿备用钥匙 他则利用这段时间 想像自己一家住在这里的样子 就像他过去两周一直做的那样 那位女士回来后 他告诉那位女士 他很喜欢这个房子 如果能买得起的话 他会买下这个房子 女士看着他 问他能出多少钱 他有点尴尬 但还是说出了自己可以支付的价格 女士静静地思考了一会儿 然后说道 好吧 卖给你了 他们马上订好了房屋买卖的各项条款 他就这样以优惠的价格 买到了自己理想的房子 这都是他不求回报 伸出援手的直接结果 你有很多付出的机会 他们能够为你打开接收的大门 说好话 微笑 欣赏和喜爱别人 事实上 你的爱 你的开心 你的积极 你的兴奋 你的感恩 你的激情 都是你人生中真正的永恒的礼物 世间所有的金钱都不及这无价的礼物 你心中的爱 付出时 心中充满了爱 吸引力法则一定会为你带来你想要的热爱的一切 带给你难以用言语表达的开心和快乐 总结 获得金钱的秘密 你做的每一件事都应该是为了快乐 不论是在事业上 生意上 还是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你人生的意义就是快乐 没有任何东西比快乐更重要 包括金钱 但是很多人把金钱放在快乐 以及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前面 他们以为人生的意义就是赚钱 钱就是他们的上帝 不要错误地理解我的意思 金钱以及你买的所有东西都很棒 享受金钱和物质是世间最快乐的事 然而受到社会的影响 我们往往会以为 积累物质的东西就是人生的意义 如果它们就是人生的意义 那么它们应该带给你真正的快乐 满足充实 我们就不需要买其他的东西了 获得这些东西带来的快乐 就会是永恒的 它们永远都不会溜走 如果人生的意义 如果人生的意义就是积累物质的东西 我们离开的时候就能把它们带走 你早上出门拿报纸的时候 会看到对面老乔的房子消失了 因为它把房子带走了 我们没有办法把物质的东西带在身边 因为它们不是我们 它们能带给我们世间的快乐 但是它们并不是我们人生的意义 当然我们需要食物 房子 衣服 以及其他能让我们人生更充实的东西 但是对物质的追求 剥夺了我们过上真正充实生活的自由 不要本末倒置 把财物安全和对物质的追求 当成自己人生的意义 快乐才是你人生的意义 事实上地球上的每一个人 都想要获得快乐 人们之所以会渴望得到某种东西 那是因为他们觉得 这会给自己带来快乐 不论是健康 金钱 爱情 物质 成就 工作 还是其他任何事物 你之所以想要得到它们 都是因为你想要得到快乐 然而讽刺的是 快乐的时候 你会吸引来 能为你带来更多快乐的人事物 快乐的事物 就像是蛋糕上的糖霜 而快乐就是蛋糕本身 如果你还不知道 该如何选择快乐 那么就去做你喜欢的 能给你带来快乐的事情 如果你不知道 什么能带给你快乐 那就问问 我的快乐是什么呢? 找到自己的快乐 关注快乐 吸引力法则 就会为你带来 无尽的人事物 以及无尽的机会 为你带来快乐 因为你正在释放快乐 有趣的是 当你选择开心和快乐 而不是财务上的稳定时 你就会获得一切 不论是物质财富 还是开心快乐的人生 愿快乐常伴你左右 亲爱的朋友 到这里这本书 秘密 爱 健康 与金钱 就全部分享完了 这本书是秘密 吸引力法则的运用践行秘籍 秘密吸引力法则 影响了数百万人的命运 这本书深入地探究 如何将吸引力法则 应用于人生的三大领域 堪称是秘密的入室实操指南 通过学习和分享 我们可以获得 个人的幸福 满意的关系 健康 金钱 与成功 当然 这一切都需要我们知道 如何运用吸引力法则 这便是三个步骤 一 要求 有清晰明确的画面 二 相信 并让自己感觉美好 三 接收 行动 并且愿意接收一切事物的到来 亲爱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运用吸引力法则 让自己的人生变得更加美好 更加幸福 富足 自在 可以把这张专辑 分享给身边更多的朋友 让我们都可以运用吸引力法则 使自己的人生更加的幸福 开心 喜悦和自在 本期听书就到这里 感谢收听 这里是爱上听书 带你听更多好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